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夜听 我是刘晓 晚上十点 向你们好 昨天有一条留言说 每个人一生都会遇到四个人 第一个是你自己 第二个是你最爱的人 第三个是最爱你的人 第四个是共度一生的人 生活最爱开玩笑了 你最爱的 往往没有选择你 最爱你的 往往又不是你的选择 而最终跟你共度一生的 也许只是在最适合的时间 出现的那个人 生活往往就是这样 我在面对生活里的得失的时候 在面对生活里的困惑的时候 喜欢找一个角落 安静地思索 你日落黄昏 不思而别 我所做的这些 有哪些是对的 有哪些是错的 我应该执着的是什么 我应该放下的 又是什么 人生这场旅途 一路走来 一定会伴随着起起落落 风尘瓶瓶瓶 有繁华美丽的 也有朦胧虚幻的 你走过的那些路程 你留下的那些深深浅浅的脚印 就是你生命里最珍贵的东西 有些事情 也许走着走着就忘了 有些人 也许走着走着就散了 但一定也有一些 留在心里最深处的东西 它们永远都无法消散 它可能是一个再也见不到的笑容 可能是一句再也听不到的问候 也可能是一个再也不会转身的背影 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能做的是 面对曾经 谢谢你来过 面对现在 有你真好 我有故事你有酒吗 阳光温暖晒着我脚痒 相信那些时光 眼泪悄然落下 为了在我心底 最为美丽的莲花 会员 有人 歌文 阳光温暖 这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又不是你有酒吗 小河水流淌过我老家 想起那些时光 仿佛昨天一样 只是才回不去 那段无忧的年华 我有故事你有酒吗 阳光温暖晒着我脚氧 想起那些时光 眼泪悄然落下 为了在我心底 最为没你的脸花 我有故事你有酒吗 阳光温暖晒着我脚氧 想起那些时光 眼泪悄然落下 为了在我心底 最为美丽的脸花 这些时光温暖晒着我脚氧 最为美丽的天啊 在我身底下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刘晓 晚安